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冬冬刚刚通了电话 说让林助理全力负责 你说怎么办 行了 我估计陆董又有新安排了 你这样啊 你就听那个姓林的 把人给他 记住了 千万别提我 把人给他以后赶快离开 别让人给他以后 林助理 陈小姐您带走吧 她的车停在山下 我 你轻轻点 轻点 陈小姐 那两人欠财与人小在 刚才多有得罪 对不起了 走啊 陈墨 没事了 我们走吧 陈墨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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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莫 去公司 你跟着我的车 不 你要向哪儿啊 是的 非常重要 健备医院 此时的沉默 不是想着立刻报案 让警方极难害他的军手 而是一心 要去找陆庚蒙 当面揭穿 这个害他父亲的 为君子的真面目 小莫 小莫 这么急叫我来办吗 马上就回正向大白 我希望能一起见证这个时刻 见证什么 跟我来就知道了 你慢点 不能这么先急 没事 等会儿 等会儿 那多多早点回家 你坐点歇会儿吧 再走一圈 再走一圈 我看你 好 来来来 来来 谁啊 我来 你闻啊 什么事啊 薛姨阿姨 我们找陆庚蒙有重要的事情谈 进来 进来吧 进来吧 你能回避一下吗 薛姨阿姨 薛姨 薛姨 你想回避一下 好吧 那你们 谈吧 都坐吧 怎么 什么事儿 大家做好了 我开始讲故事了 今天我被人绑架了 就是上次把我认到 金牛霸湖里的人干的 这次他们想把我推下悬崖 然后伪造成自杀现场 关键的时候 银桥出现了 那是因为那辆车上有GPS的跟踪系统 就是了为了更好地在暗中保护你 你怎么找到我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哥龙叔叔 你必须回答我 那四个人是不是你拍过去的 我 对 林乔说 他跟那四个人是一伙的 都是替陆董事长办事的 他当时就给你打了电话 他们马上就放人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事情 你听见了吗 这就是我让你来的原因 即使是我轻声发声的事情 他们都适可否认 龙龙 你误会了 我当时一直在车上给你打电话 但你就是不接电话 我就是不接你的电话 我不想听你跟我一个人解释 现在人到齐了 你想怎么解释 我可以肯定地说 不是陆庚东董事长派去的 是两位董事长之外的第三方实力派去的 那他们怎么听了你的电话就放人呢 小灵 真的是这样吗 那是因为 那是因为我 跟隆叔叔 你得给我解释 林乔当时是给你打的电话 我今天根本没有接到林乔的电话 林乔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个电话 给我电话 给我电话 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 我今天没有接到过林乔的电话 当时他用的是免提 悬崖山的人都听见了 拨的就是这个号 是吗 没错 这电话是我的 林乔打的电话 是打给我的 那四个人 是你派来的 上一次绑架我的也是你 回答 你们暂时杀害我父亲的真正凶手 要报警 小莫 小莫 保险我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小莫 小莫 好了 好 不用报警了 我今天就把真相说个明白吧 林乔是我的人 他是我在美国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很好的兄弟 所以我让他提早回国 进耕龙集团做我女 他一直做得很好很出色 今天为了救你 所以才暴露身份 可是 我觉得他做得没错 您瞧 这是真的吗 对不起 董事长 对不起 董事长 这么说你今天假冒我的名义 和陆远航一起演了一出戏 救了陈明 不用再追问了 没错 我今天参与了这场戏 可是我的想法跟林乔不一样 他认为 这四个男人 是第三方的士兵 带着你们的旗号 去暗杀陈明 可是我不认为是这样 我认为 那四个男人 根本就是你们太决定 他们不但只是杀了陈建国 还杀了夏宇 您瞧 林助理 你干得好 在此之前 我一直认为 你是一个非常得力的主手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们不是认为我杀人了吗 不是想一起要把我打倒吗 好啊 你们一起来 我等着你们 请吧三位 这个陆远航 太过分了吧 你不能再这么姑息下去了 林乔是奸细 肖默怀疑我要杀了他 夏淫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夏老对我的误会越来越深 小云 我真的快成了孤家寡人了 你不孤单 你还有我呢 我会一辈子陪在你身边的 小云 我遇见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耕能集团 拼扭把工程 还有向陆远航反击的事情 只能交给你了 你说吧 我该怎么做 我的权利全交给你 你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他拟尽全力 把这个小胖子弹够大爬下来 我试试 小莫 小莫你等一下我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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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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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的 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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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这次麻烦了 也好 给我两天时间 我想和小公解释一下 行 随时回公司 总经理的位置永远到处 谢谢 小默 你听我说 走开 小默 骗子 我不是个骗子小默 那要是黄菱 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 小默 我不是骗子 我从一开始就是入远航的人 你相信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对你的感觉是真常的 你有什么辜购跟我谈感情 灵乔 你连你是谁你都不敢告诉我 他们不断地设计舌头让我往下钻 我有勇气往下跳 我跳到我还敢再爬出来 你呢 灵乔 你给我挖的什么坑 我要是跳下去 我这一辈子我都爬不出来 行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你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可是我请你原谅我 我没有办法一开始把真相就告诉你 对不对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 跟农机团的很多事情都是我主重告诉陆远航的 这不能怪你 陆远航给了你什么好处 没有任何好处 我跟他在华尔街认识他 他的第一桶金都是我帮他转的 我们就是好兄弟 生死的好兄弟 你这个兄弟当得够义气的 金牛爸的底价是不是你泄露的 你当了解析让我替你背黑锅 林乔 你玩得太狠了 这一切我都必须告诉他 这就是我的使命 你说对不对 我爸让你这么相亲是不是也是你设计的 当然不是 这都是真的 小莫 你怎么会这么想的 你知道 在我和你相处的这段时间当 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你的 我的本意不想伤害你 我只想帮你查找出你父亲死亡的真相 好了 我们先不说了 好吗 有一件事情关乎你的身体 你必须很认真地回答 我能找到你 那是因为我在你的车上装了GPS的定位机构 但那四个男人怎么会找到你呢 我不知道 你好好想想 从夏淫遇害 你就和我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回了家 之后就去拿车 然后你就遇害了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接触过任何人 夏国庆 我去找回夏国庆 夏国庆 夏国庆 你找夏老啊 我们是来看看她的 她老毛病犯了 已经送到建北医院去了 很久 今天早上有位小姐来找她 那位小姐刚走 老爷子就当场犯病送医院了 谢谢啊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因为除了我之外 夏国新是唯一知道你行踪的人 你的意思 是夏国新派人杀我 那你告诉我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 我早上跟夏国新谈得很好啊 难道是夏国新向路更能告的命 先别猜猜了 最重要是找到夏国新 去院 怎么样 什么情况 和我早讲的疑案 夏国新被送到春阵病房 而且还不准探视 夏国新要趁病躲起来 也得经过陆更农的同意 这是陆更农的遗愿 你到现在还怀疑陆更农是幕后指使者 不是他还会有谁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要找到夏盈 我想夏盈不仅知道你父亲的死因 很可能他还知道真的陶尊藏在哪 夏盈已经死了 好 你知道吗 陆远航一直非常关注夏盈的死亡 昨天他们在太平间没有等到人开门 今天他和小萌又去了 但太平间的人找结果说 空安局要留窗证据 所以又没看见 什么意思 远航的意思是 夏盈没有死 他和陆更农又玩起了十年前的把戏 但我不那么认为 如果夏盈的死已经涉及到了凶杀案的话 陆更农是不可能再跟他玩什么把戏的 所以 假设夏盈没有死的话 一定是警方把他保护起来了 真的 所以我们要查证 怎么查 整个监北医院是陆更农的 没有人会说实话的 夏盈肯定不在医院 我有个办法 也许可以找到夏盈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只要能查明真相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可以 好 好 查看 Mann 下车吧 还不到地方吧 你 你带回来这儿干什么 验证夏英死亡的真相 这儿怎么验证 进去 如果他们抓你 那就说明夏英真的死了 这黑锅你就别定了 但如果他们不抓你 那就说明夏英还能活着 就替你洗清了罪名 这是验证的唯一版本 陆温的农民在家 他不可能操纵刑警队的吧 小龙 我知道你心情非常矛盾 但为了夏英为了你 为了你付出的一切 你必须要冒这次嫌 无论我做了什么 即使骗了你 我只想问你 我绝不会伤害你的 请你相信我 小龙 夏英登记的名字叫龙丽 她的真名十年前就注销了 一定要记住 小小姐 关于王黎女士 被毒蛇养死的案子 是由龙台区刑警大队在此间 我知道 王黎被害是我发现的 我想找到负责此案的警官 了解一下情况 行 那你稍等一下 龙台请请对吗 找一下丁内长 丁内长 我想了解一下王黎 对 是她 陈默小姐 是这样的 好 明白了 再见 怎么说 丁内长说 王黎的案子 现在证据已经收集完毕 接下来就是进行 下一步侦查行动 他知道是你报答案 他还说 向你表示感谢 救治心 对 没别的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他们有说凶手是谁 现在这些都全部是保密的 等案件破了以后 就全部清除了 哦 谢谢 到底是怎么回事起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说明夏淫还活着 那陆哥能为什么要撒谎呢 这很有可能就是警方的一个策略 第一 可以保证幕后的凶手 不会再加害夏淫 第二呢 也许看看他们有什么新的动向 我估计陆根弄音 是为了配合警方 那么说 夏淫是被警方保护起来了 出了那么大的命令 也只有警方可以保护夏淫 如果真的是夏淫被警方保护起来了 那我们就更不可能找到他了 以后该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 把他逼出来 让陆根农跟陆远航继续斗下去 对 逗得你死我活 夏淫就一定会出现 到那个时候 我们不就有机会可以找到他了 林乔 虽然你是个骗子 可是很多时候你的办法很管用 谢谢你 这世界上哪有像我这样的骗子 这种自己心爱的人 自己连丁点好处都没有 你我是在不同的正义 所以我不得不做出不同的反应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我会让你觉得 我很像个骗子吧 林乔 我听取你的意见 可是你太让人琢磨不透了 我很害怕 以后我们还是应该 适当地保持距离 在你真正了解我之前 我不会再阻止你半步 肖默 给你个建议 你还是应该回到陆远航身边 你想想 夏淫也找你去劝过陆远航 我想他们两兄弟只要继续斗下去 夏淫迟早会出现 到那个时候你就有机会来 我考虑一下 好 你现在只有待在八大集图 才是最安全的 整个情况呢 就是这样 既然决定由我来负责进这八工程 我就希望能够把它全力打造成一个 有艺术气息的高级文化小区 耕农集团和家权地产全面合作 引进竹鱼坊画廊的资金 加入到金牛坝工程当中 这样就可以全面利用 竹鱼坊画廊的文化优势 提升金牛坝地产的美誉度 这个报告呢 你们也都看过了 我觉得可以实施 志总 还是交给你落实吧 对了 金牛坝商铺预售下周就要展开了 你跟张董事长商量一下 看是不是能够用奔腾大厦一层 作为销售中心 咱们一定要大张旗轨地宣传 声势要造大 另外 咱们耕农食品 已经融资到了五千万人民币 我希望对方能够按照合约 在十个工作日内 分期分立的换款到位 另外耕农协业 代理销售这方面 我觉得能够是应该在翻 对 陆耕农终于忍不住了 他耕农食品 要增资扩股五千万 我们就往上降 我们绝对不可以让他拿到空股权 要多 马上去联络我们掌握之中的 所有耕农协业的代理 被提高的代理费 全部由我们八大集团垫付 这钱 就从销售回管理口 董事长 可奔腾大厦怎么办 他们的销售中心 就设在奔腾大厦的一层 这无疑是在我们心口上 插了一把刀 拿下 我们必须要把奔腾大厦拿下 我看他怎么在里面预售 董事长 我必须提醒您 我们账户上 根本没有你要的这么多钱 还差多少 如果要所有的项目都正常运转的话 至少需要三亿人民币 三个亿 我们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啊 放心吧 让我去 美国的蒙克玛尼风险基金 一定会给我 各位先生 我非常愿意 你和你的计划 我不能计划 这些投资者 不计划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计划 不计划 一个亿的融资没了 大家觉得很惨 是吧 大家知不知道 我十年前去美国的时候 身上带了多钱 一百零九美金 我一下飞机 要扣除 去学校的出租车费 买个汉堡 两宝可乐 然后 只剩下五美元 怎么办 到第二天 我就跑到我们学校餐厅里 洗碗 切菜 端盘子 擦桌子 我还曾经去机场 帮人家开车 就这样 从五美元开始 整整十年 到了今天 就当做 是个门门吗 当做是白干 就当做是 大灰烟心 无所谓 我认了你 可是 我必须要 争回这口气 我不会退缩 现在只是个融资 小事情了 我以前碰到的困难 比现在多得是 老多 别这样子 小case 你以为世界末日呢 董事长 那你说 更多食品的增资阔股 我们还跟不跟 跟 当然跟 那奔腾大厦呢 把它拿下 奔腾大厦必须要拿下 不然 会展中心 还是个完整的工程嘛 问题是 资金短期的问题 真是个现实 怎么解决 老杜 这样走吧 我去跟那些投资人沟通 另外一方面 你从我们公司里面 找出无关紧要的子公司 把它砍掉 嘶 那就有钱腾出来用了嘛 对吗 终于回来了 家还是要回的 辛苦了 孙女 欢迎回家 大家 给你们介绍 他是我的好兄弟 好大的 林乔 他现在已经是 我们八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来 欢迎林总 好 既然林乔回来了 我们继续开会 讨论下面的工作 好 来 到我公司 你回来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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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走吧 一起坐 林乔 一茶代酒 敬你呗 你在耿东集团那么久 辛苦了 我们是兄弟 林乔 我明天去美国 公司的事情要交给你了 去美国 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 去美国干什么 那一亿美元的融资 现在没了 我再想办法 公司的账上 不还有六个亿吗 再说会展中心 前期工程款 都已经足够了 目前公司最大的任务 就是拿下奔登大厦 奔登大厦 现在哪有闲钱去收购道呀 月昂 董事长 大伙都在那边等你呢 你明天不是要出国吗 他们有好多事情 要跟你汇报 你先过去看看 其他的事情 等回来再商量了吗 奔登大厦 他是一定要买的 你就别劝了 我觉得以后 又有那么多 红仙 高费 现在我们公司 已经进入了 临战状态了 今天林乔 他回到我们公司 是对我们公司 极大的支持 我明天去美国 之后林总经理 就会接管我们公司的事务 他曾经是我们八大集团的 创始人之一 也曾经是陆耕农的助理 所以他对两家公司 都是非常的了解 我认为 他负责我们公司的运作 是非常恰当的 大家欢迎吧 谢谢大家 大家都是公司的高层 是自己人 那我就有话直说 我呢刚和歌农集团过来 公司的情况非常的熟悉 目前就是由薛云 来负责整个公司的经营 他有几个概念 朝得是相当的浓 估计会有新的资金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我们就应该 稳扎稳打 尽管待遇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薛云的概念 也是陆耕农的概念 他对我们的威胁 我们已经开会定下来了 我们必须要 把会展中心往前推进 推进的第一步 就是要把奔腾大厂拿下来 好 我觉得不应该说 奔腾的问题 因为投资会展中心 已经是冒险型 如果 并巧 做生意呢 肯定是要冒险的 我不是说赚不赚钱 可是 耕农集团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他打垮的话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可眼下的情况是 陆耕农已经躺在冰床上 而且多次表示 要把金牛爸攻成拱手相扰 难道你不觉得他已经认输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必要拼命地融资 去向他进攻吗 林桥 我知道 你刚刚从他那边过来 好吧 我直说吧 你被他门闭了 你现在想试的方法 就是跟着他的思路 可是你知道吗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假象 他假装生病 假装妥协 可另一方面 他让薛云去拉拢张家权他 为什么 因为他要准备反击 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远涵 我想你误会了 我一直都在陆耕农政变 很清楚他的为人 好 那我们就先就事论事 投资会展中心 有一定的冒险成分 但我承认 他是比较务实的商业行为 但要是购买奔腾大厦 那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内耗 什么内耗 跟谁内耗 你跟陆耕农 你错了 他是我的敌人 我是我 他是他 跟内耗完全是两码事 这样吧 我觉得 我跟林乔还需要一些时间 去沟通 以后的工作 就按照 我之前的安排进行了 散会 林乔跟我来 林乔 你是我兄弟 为什么要跟我唱反调 我这是为你着想 你是为陆耕农着想 还是为我着想 林乔 你又开始犯急躁的老毛病了 你说过 我的作用就是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稳住我 可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自我膨胀 我没有膨胀 我还是我 只是你变了 你变成陆耕农的人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坐完卧底回来之后 居然被他给感化了 我有为陆耕农说过一句话吗 请问 那你阻止我的计划是什么意思 陆耕农是什么人 不是小猫小狗 他是只老虎 如果我们现在不趁他弱势 把他打垮 等到缓过来时就没机会了 可像你这样搞下去 我们两个迟早得回到华尔街 一切从洗盘子开始 我有必胜的把握 你这不是自信 你简直就是狂妄 你说什么 你已经完全丧失一致了 你的狂妄 会让你自己掉进整个深渊里 别瞧 为什么这次回来 你对我一点尊重都没有 如果你不相信我 你回来干嘛 不是不相信 你觉得你自己 还是一年前的陆远航吗 你告诉我 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只会让那些股东和投资者 是什么大案 否则你告诉我 那一亿美元的融资 非哪儿去了 你说 你回来就是跟我较劲的 是吧 我不是和你较劲 这是我的个性 也是我的作用 就算在陆耕农那儿 我也是这样 是啊 那陆耕农肯定跟你说 他欣赏你的性格 的确 他很大度 你真的完全被他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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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浩 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做了些什么 我相信你比学医心里都清楚 我现在就是怕你脑子一发热 把一切事情都搞砸掉 已经很久没人跟我这么讲话了 是吧 连桥 我知道你辛苦 你立了大功 我打心里非常感激你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八大集团 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可是你知道吗 你这样跟我讲话 我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 面对的不是我的兄弟 而是陆耕农派来的说客 那时的天很高 那时天真 那时梦想和梦想 是两个相产的歌 那时情很重 是一起的手足轻声 当彼此在路上默让回首 才发现岁月柳河 那是天真 那是天很难 那是盛开的心是一条命灾 梦醒时分 梦醒时分 那是天真 那是心很重 那是熟悉的路上 不禁走走 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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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天真 那是天很难 那是盛开的心是一条命灾 梦醒时分 梦醒时分 那是天真 那是心很重 那是熟悉的路上 看不清走走 陌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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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